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是要讓你挑戰 在有限制的課表之內去完成一次間歇訓練 要挑戰你的呼吸 抽下巴 剛剛教練說不要蹲啦 把胸口打開 細細長一點 塗慢一點 慢慢吸 慢慢塗 今天來到我們減肥計畫的第五集 這一集因為前幾集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訓練基礎 就是你已經也騎了很遠的環橋台北 然後也去跑了幾次訓練 甚至訓練台騎一段時間了 最近你覺得體能上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 我覺得比以前睡得好 最主要有沒有瘦啦 有瘦 瘦多少 今天的話 今天少要是幾個量 大概 比前幾天少一公斤 這麼容易嗎 所以現在88 87了 88點幾 這樣有一公斤嗎 有時候不然回去喝多了一點水 剩70天喔 剩70天而已 接下來我們今天算是 開始帶入一些比較有挑戰的訓練 就是我們頻道 常常會在以前有介紹一些像間歇訓練 或是一些比較長距離的配速練習 今天這一集 就是讓你挑戰首次的間歇訓練 因為你之前的訓練都是以時間為主 就是一次跑40分鐘 或是一次騎60公里 那這些在訓練強度上都沒有特別規劃 都希望你先以完成目標為主 但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要讓你挑戰 在有限制的課表之內去完成一次間歇訓練 所以待會會有點辛苦 我們這邊現在在400公尺的田徑場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在400公尺的田徑場當中 去做400公尺 6次的間歇訓練 所以每次呢 又跑一圈 跑完之後原地休息 然後持續6趟 以前 以前看我的影片 聽了都補沙沙 今天要身體力 話不多說了 等一下先去旁邊馬克超熱身一下 我們就準備出發 好 Let's go OK 熱身完畢了 剛馬克超做完 你怎麼 汗也太多了吧 今天天氣應該算還OK啊 有這麼熱嗎 今天熱死了 太可怕了 我們等一下準備開始今天的訓練 等一下的訓練呢 我們在起點的位置 總要進行400公尺 6次的間歇 那今天的目標 是要用400公尺 然後每一趟 每一趟目標是跑2分鐘 也就是5分數 那每一趟跑完 我們會在原地休息2分鐘 所以是跑1比1的狀態 那目標是6次 目標6次 所以等一下我會帶著你跑第一趟 跟你講 每個點應該要跑多少 接下來就要讓你自己努力了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OK 3 2 1 GO 再慢一點 對 4 1 2 3 對 要朝著你的呼吸收下巴 對 跟著手錶發出的聲音 這個節奏去維持你的不平 好 有點偏快 我們再慢一點點 剛剛的100公尺是28 我們目標是要跑30秒 所以可以再稍微降速一下 48 49 50 53 54 很好 按錶 按錶 右下腳 按右下腳 1分55 休息兩分鐘 走一走 站起來 站起來 往後走一走 剛狀況還可以嗎 很喘 好啦 先讓你休息一下 剛剛的配速啊 我們目標是有跑在 大約是一圈兩分鐘的狀態以內 那 以剛的狀態下 它的速度是跑得到 接下來就是看它的有氧狀態 恢復時間 可不可以在時間兩分鐘內 恢復好 然後準備開始下一趟 一路也在傳 我也很傳 我剛剛一路一直要跟它講話 等待下一趟 好準備開始下一趟 第二趟 3 2 1 GO GO 右下腳 好分05 休息一下 第二趟完成 今天的天氣啊 是不是有點太熱情了 那 今天的課表 就目標是要讓你六趟的原因 是因為 平常跑有氧 它算是維持 就是這個基本的心肺功能 但是你要進步的關鍵 其實還是要靠有一些 間歇訓練的幫忙 才會讓你的這個 心肺刺激是比較有幫助 最大散量可以進步 休息兩分鐘 等下準備第三趟 今天目標 要完成 六次 算幾次 算四次 1 GO 大家現在在跑的間歇訓練 最主要跟前面的訓練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前面他做比較有氧的訓練 就是負責做一些打底的規劃 因為在前陣子的訓練來講 他從零開始的狀態下 現在把有氧建構 穩定了之後 再來做間歇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我們大約在現在已經是倒數70天 就是一個月之後 開始讓他參與這些間歇訓練 最主要目的是要刺激他的無氧的變化 因為在間歇訓練當中 每一趟的心率啊 都在下降很有限的情況下 就是 衝刺 小休息 衝刺小休息 用這樣的情況 讓他的心率一直在維持比較無氧的狀態 這樣可以比較有效的去刺激 他的心肺功能可以有效的進步 這樣對於他的運動表現也會比較有幫助 看起來他已經快到了 我們等他回來吧 03 先去陰涼度休息一下 升空氣慢一點 拿喝個水啊 好 不要坐著站起來 不然氣個雞來就氣不進去 站不起來 好累 我國中老是說 跑完步不要馬上坐下來 然後這樣有人會暴斃 真的嗎 不是 這樣就可以進 告別式 3 2 1 Go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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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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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了 已經完成四趟了 然後 看一下下一頁 平均不平 你看 心率141 有沒有 你剛剛跑漸氣的時候 都會凸起來 再下降 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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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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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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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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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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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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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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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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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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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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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死掉了 核心溫度過高喔 看不到路了 這麼嚴重?現在心率多少? 耐力強化 170喔? 保養極限 看一下 喔!現在心率170 用走的還在170 太喘了是不是 好啦,讓你休息一下啦 今天已經完成5趟,算是還不錯的成績 我玩跑的 訓練效果 4.7有氧,無氧3.3 看,對他來講是很有幫助的 2.45公里 總共是跑了6趟,400公尺 所以是2千4 3.45公里 Facial來了 有沒有看我幫你準備了 特製的 冰塊 泳池 這是什麼小朋友泳池 請進去 請進去 連我那個都不夠放 那個 有涼到嗎? 好啦 欸,收起來啊 就給你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好了好了 我 那我們今天訓練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今天的間先訓練 算是我覺得 刺激性非常足夠啦 剛看到你的心率 一度都到175下 176下 我覺得算是對你的刺激強度非常夠 好啦,接下來我們在訓練上就繼續努力了 好啦 我就是這樣問了 好 熱死 今天這一集已經是我們減肥計畫的第五集 那在前面四集當中 我們透過了營養師的調整 然後也開始加入了各種訓練 你在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體重稍微小幅的下降 你身體上有什麼感覺的變化嗎 我感覺 自從上次去騎車 我不是在那邊說 我心臟痛 我不行了 一大堆鳥毛 在那邊砍頭啊 我之後去跑步 我覺得 我竟然跑得完 然後 就是 自己覺得好像心臟比較 會扛緊 然後 然後 不會那麼喘 上一集我們去挑戰那個 環小台北 那對你來講應該算是一個 真的是蠻大的挑戰 因為那個里程其實 對你來講算比較長的情況 重點是最後那段逆風 你騎的其實是 騎到快要就是 塞臨然後不想拍 下面都麻掉啊 但是我覺得那算是真的 對你來講是一個 考驗經過之後 你有一點成長進步的蛻變 對啊 但是因為這陣子以來 就是我們做了那麼多訓練 其實 在數據的這個監控上面啊 就是 我們也沒有到非常明確的 有一個很明顯的每天點 因為你有時候用手機記啊 有時候用 可能是電腦的軟體來做一個紀錄 沒有一個統一地方 所以這次我們這一集 竟然有乾爹 特別指名 要送你一支手錶 然後來幫你記錄一下 你接下來剩餘的大概60天左右的這個時間 這些訓練的成效如何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MLZ T-REX 2 軍規防摔等級的 金綠智能手錶 所以這次呢 廠商特別提供你了一支華米 Amazifit T-REX 2 的軍規智慧手錶 那這支手錶呢 我覺得特點非常多很厲害 我們就來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支手錶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讓你在接下來使用上 可以跟它相處更得心一手 T-REX 2 這支手錶呢 內建超過150種以上的運動模式 不管是跑步、自行車、三鐵、甚至滑雪 還有跳舞 各種運動模式暴露萬象 一定選得到你要參與你的這個運動項目 所以在各個選項當中 你只要選定了你的運動項目 然後選定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記錄你的運動狀態 這個時候就可以完整記錄一下你的時間、心率 還有各項數據 那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它的GPS定位非常精準 大家也知道平常在外面跑步的時候 如果GPS有飄移的話 在圖枝上面 看起來就會沒有這麼開心之外 最重要的是會影響你的數據表現 因為在GPS飄移的情況下 可能數據會有點影響到平均速度 或者是距離的總數 都會受到影響 那T-REX 2 非常厲害的是 它有雙屏五星的定位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些定位的衛星 都是它所支援的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減少誤差、降低外在干擾 更加精準 更好掌握自己在戶外的位置 是你上山下海訓練的好夥伴 遲遲運動軌跡展示功能 在你運動中可以即時顯示你的運動軌跡 直接返回導航功能 在運動結束之後 可以直接導航回到你的起始點 那在這支T-REX 2 的手錶當中 均規也算是它非常強調一個等級 那大家也知道 均規就是意味著 你出去可能有好幾天都不能充電 所以這支手錶 在正常情況下 它可以長達24天是不用充電的 那如果你把省電模式開起來 更可以長達45天 都完全不用充電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充電的電量 這個錶款也通過了15項的均規防摔等級 所以在這個防撞係數上 可以說是完全不用擔心 像畫面中你看到了 腳踏車輾廓 完全沒事 它還有一個非常特色的功能 我算是非常喜歡 就是它有一鍵的完整健康功能的這個檢測 它就可以獨家的去幫你測量出你的 血氧 心率 氧氣 還有呼吸頻率 那這四個功能 也算是在平常訓練當中 監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素質 那在現在有這樣一鍵檢測的功能 就算是非常的方便 那像是血氧也算是我們這幾年以來 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會特別重視著一個健康數據 那透過24小時的心率監控呢 也可以更加的去知道 你目前的訓練狀況 會不會有太過疲勞的情況 那在這樣的相輔相成之下 對於訓練的幫助是更有效果的喔 那在Ubansy Fit他們的系統當中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PAI的活力指數 那活力指數呢 就是你可以透過各項的運動 像是跑步一分鐘 維持心率一定的數據以上 或是健走持續48分鐘以上 甚至是自行車 各項的游泳運動 都可以給你一個良好的分數 那透過這個分數呢 你只要累積在100分以上 在這個研究下來 就是可以遠離這些 心血管疾病或是死亡風險 簡單來講 就是你要透過運動 獲得這些分數 那你只要有運動 就可以遠離這些 需要長照性風險的這些疾病產生 所以對大家來說 就是把分數提高到100分以上 是非常重要的喔 後續也會更新運動軌跡導入功能 可以將路線直接導入到手錶當中 另外也支援 實時旅程跟蹤的功能 能透過手錶導航要去的目的地 好啦講到那麼多 欸這支手錶功能真的超級齊全 接下來訓練就靠它了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它真的很厲害的是它的功能齊全之外 它的螢幕觸控的這個滑順度 算是使用起來真的有超出預估 因為這支手錶在定位上 它價錢應該算是中階比較快 因為它價錢沒有到很難入手 應該是我記得五六千塊而已 就我覺得買這種智能手錶 只是概念大概八九千到一萬以上 對通常其他品牌是要 但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看起來它的CP值還蠻高的 所以接下來你就是靠著這支手錶 帶給你更完整的訓練了 OK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支影片的訓練登場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Follow我們更多最新的消息 也記得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是你的教練楊哲睿 我是天母鳳梨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按讚 啦 太讚 啦 啦 excellence 你